这个电视剧,这是一个老剧,在2009年上映的,因为它反映的就是房价问题,刚刚开播四天,就创造了收视新高,可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电视剧,里面的剧情虽然来源于生活,但毕竟有艺术的加工,今天依依就能介绍一个现实版的窝居,夫妻两个人住在下水道,达到了22年,热心的网友进去一看,发现里面很不简单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我们一起来看看吧! 房价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了,而且不单单只有国内存在,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存在房价问题,之前听到过一个专家说,在全世界任何国家,一个30岁以下的年轻人,都是很难做到独立买房的,如果想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,大多数人都得背负几十年的房贷,自己选择勤劳的工作,用来养自己的房贷,可是也有一些人比较的懒惰,就比如国外的这对夫妻, 他们两个人都是不怎么富裕的,在结婚之后就选择在下水道里面居住,现在已经在下水道里面居住了22年,当有好奇的网友进了他们的房子后,发现里面竟然还挺温馨,各种电器应有金融,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!